像這樣的大型十字路口 一次的紅燈至少100秒起跳 而一般的機車族習慣代速停等 但未來你可能會被要求要熄火 空污問題讓環包數嚴膩 未來騎機車只要遇上百秒紅燈 都要強制熄火 儘管初期只勸導不開閥 但卻引發機車族不滿 有點太誇張了 不方便了 來到這裡剩下5秒 10秒 就要過去還熄火 新規定機車騎士不買單 因為如果同個路段遇上連續紅燈 反覆熄火發動 恐怕會降低機車零件壽命 像老車它的零件 因為不斷的啟動在熄火 而造成零件容易受損這些狀況 其實光是機車熄火在發動 最少要花5到10秒鐘 不只耗損大 就怕反應時間不夠引發交通事故 一些老舊15 20年的車 可能因為一旦熄火就再也發不動 後方車輛來不及追撞的問題 因為當下你已經帶出熄火了 你是無法及時反應的 儘管環包數之治 實施熄火每年能減少3.5萬公噸的 二氧化碳排放 但數據卻顯示 全台PM2.5來源 移動員佔了37% 其中機車類只佔不到5% 汽車類卻高達32.1% 但是反而政府卻針對比較廣大 一般老百姓的機車先下手管制 基本上這是一個非常吊詭的行為 也非常不太合理 遇到紅燈要熄火我就覺得會滿不方便 對啊 而且我覺得沒這個必要 可能就對空氣會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差這麼一點 政府有意解決空污危機 但新規定不但饒民又難落實 民眾專家不買單 實質效益恐怕也有限 東森 產季新聞 徐趙芸 徐宏超 台北報導